本期话题 紫苏哪两类人不能吃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紫苏哪两类人不能吃 因为紫苏呢 它是一个发汗战表的一个药 然后它本身有心气宽中 它是一个心温的 那么对虚异性疾病 那么肯定就不太适合用了 另外呢 它也就是心气通便了 它也有止臧这些作用 所以一个是感冒的时候 我们注意一下 风热的一般不用 然后体质呢 我们讲体质过于虚弱的 一般也不太应用 特别是虚异体质容易上火 这两类人群 另外呢 就是说因为紫苏呢 其实它用途还是比较广的 心气宽中了 止痛了 然后呢 我们一般可以建议邪毒啊 这些都是可以用 所以包括还有酒毒 也可以应用 止痛 止痛的用途还是比较广泛